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感谢Maryland Life Casino对本期节目的冠名支持 希望中文学校第二届希望杯成语故事大赛 在大华府地区的马里兰州 希望中文学校波城校区举办 参加此次活动的学生和家长热情高涨 比赛现场竞争激烈 精彩分成 此次比赛是希望中文学校主办 由八大校区的学生参加 目的是促进学生对中文学习的兴趣 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八大校区各自通过出赛 推出选手参加这次比赛 参赛选手近200人 越关越紧 越关越紧 玉鸟就对合放说 你先放开我 要不然你就没水喝 中国驻美大使馆庄园员领事出席 并观摩了本次大赛 这个非常生动 非常好 这个说明说我们这种形式对于他们来说是恰到好处 而且是所有的这些孩子们能够在演讲 通过演讲学到更多更深的这种语言文化 甚至于精神方面的这种体验 比赛过程中各组选手的表现都十分精彩 虽然有些低年级的选手们经验不足 面露紧张 但是口齿伶俐 故事表达清楚 高年级的选手们则表现得更加成熟 他们各个旗鼓相当 不逊色于彼此 难分高下 评委们在点头称赞的同时 也给出了点评和建议 成语在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化里面 是非常有特点的东西 它集成了我们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华 通过这个形式可以培养我们学生既学习了文字 又有一个表演的作用在里面 于此让他们了解到我们中国的很多的文化故事 学到了很多的文化哲理 所以我们认为很有意义 比赛结束后 在学校的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获奖的选手手捧奖杯 脸上洋溢着笑容和喜悦 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学习 理解 并且通过表演的方式把这样一个成语故事呈现出来 这个过程中不但是一个学习中文的过程 也是一个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途径 通过本次大赛 参赛选手们提高了自身的表达和表演能力 同时也增加了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兴趣 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华府华语记者孙颖 马里兰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